你好像不見了耶 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去上一集我們再回到 N300男生賽的前頭 小潘潘跟賴賢 還有離得也不太遠的圍艇 經過這個減速區段 賴賢一口氣拉近了不少距離 吸到囉 哇完全的連在一起啊 都不太敢開得這麼近 回到大直線 這個距離看起來可能還信不到尾流吧 賴賢的車速好像比較快哦 接近囉 要超出了嗎 沒有 覺得小潘潘的車好可愛哦 從正面看過去 眼睛還有斜斜的紅色 看起來好像衝啊的這種臉 來套S型高速區段 賴賢在這一段跑的 我的泡樑通常 跟我的路線比起來 我比較多多餘的晃動 多餘的動作 現在比賽應該是過掉二十幾分鐘了 一秒的話 差不多三十分鐘就要進去 小潘潘這個角度 轉得過去嗎?轉得過去 就是滑了一下 速度慢了下來 賴賢從右邊超車 成功 最後一個彎 小潘潘從最外面 一口氣切進來 壓著路岩石 把賴賢擠開超車 這個不太OK啊 還好沒有出什麼事 但是 兩台車並排的通過這一圈 倒第一個彎 小潘潘先填進了 跟了那麼久 還是沒有超車成功 有點可惜 好可惜 後輩才也出事喔 我覺得可能輪胎已經快不行了 我一聽到馬六輪胎可能已經快不行了 看起來滑滑的 那以前的EPO應該也是 相對來說 SFR 省油省胎 應該只能停一次 好可惜 好驚險 被穿穿要過去了 對於 對於要躲進一次展的賴賢 EPO來說 不過在這邊卡越久 就越不利 小潘潘似乎 比剛剛還要提升了步調 有點難追感覺 喔 機會來了 哎呀沒有 小潘潘似乎 沒有進到內線 滑了一下 內線超車成功 終於等到自己失誤 終於等到自己失誤 小潘潘能夠再拉近距離嗎 快了 跳上寫著 極風 它好可愛喔 ㄟ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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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ㄟ 뿌랑 關前面賴閒的距離好像越來越開了 可是跟後面圍艇的距離越來越近了 接下來是要來爭第二名了嗎? 距離三十分鐘應該還有一圈 賴閒已經逃走了 逃跑遠了 後面也別看到我追上來 前面好像還有一台車 第九名的 才過三分之一已經要套圈了 前面真的是太快了吧 原來這台第九名的是章魚 還稍微吃到一點點土 章魚滑出去了 章魚出賽道 章魚吧 我也差一點 換圍庭 我追上了小潘潘 小潘潘會再錄下一名嗎? 我還聽說車上有寫 MOO Taxi 這是什麼東西 練出來好像有點怪怪的 摸摸計程車 感覺距離要拉開了 追不上了 30幾分鐘 好,我已經進站了 等一段時間後 出站之後在第五名 翔哥的後面 追上了 上屁股的車 翔哥在這邊 又滑的 散過去仰起了一陣煙 前面 即下要配套圈的是小路 這會不會引起什麼變數 翔哥跟小路一起失誤 我還聽趁這個機會 一口氣抓著內線 並排來到後面這個減速區 超過去 超過去嗎 超過去了 順利超過去了 我已經在最後一個萬煞車失誤 翔哥的機會 翔哥的機會 似乎沒有損失太多 雖然跑到很外面 但還好 還好 他們兩個跳升到二三名 代表前面的幾個都已經 進PIT了 現在大家都是新的輪胎啦 第四名跟第五名 第四名跟第五名 我跟 熊吉跟我 熊吉一開始被撞出去了 現在終於跑到前面來 不知道熊吉進戰了沒 我 Rocky 是已經進過站了 我已經進過站了 是 在這 在外头我的车感觉特别软 摇晃得特别严重 摇晃得特别严重 可能是调的问题吧 不太会调 快要陷到地板下去了 我刚刚看到轮廓都陷下去了 还是因为造型的关系 看外雄级没有进到内线 口气拉近了不少 超车超车超车 就这样子过了 没想到居然就这样子过了 没有特别注意到发生什么事的状况下 我胸前还紧跟着 从内线 走回来 距离还是非常非常的近 雄鸡再一次攻击内线 关门成功 没让他进来 雄鸡太慢煞车 路线外偏 真慢了点 会就这样被甩开 还是可以再追上呢 那我们第二集N300男生赛的精彩回顾就到这边 想参加我们的比赛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或是到粉丝专页私讯我 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忙按个喜欢 分享出去 订阅千雅熊频道 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